Libera从货币来说 它有真实的资产抵押在后面 所以它是个稳定比 而且它有一篮子货币的汇率 所以它有价格和价值 所以这个货币就跟比特币很不一样 在前面其实讲货币之前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支付手段 Libera是一个三合一的东西 第一它是一个新代支付系统 它其实颠覆了现有的传统的 账簿式的中央的颠覆系统 我们现在的包括Swift 包括Visa 包括Master 包括Pepo 包括我们的Ali 腾讯 其实都是账本式的中心和中介的支付 那么在做这种支付 做跨境的时候 它时间比较长 效率比较低 成本比较高 主要还是对支付者的信用程度 真实性的确认 跟踪 订单的真实性等等 所以Libera解决了这个痛点问题 它通过区块链 而它通过区块链的话 其实它提高了真实性 提高了效率 它把成本降下来了 那么这个就会在一个很根本的意义上 颠覆现有的支付行业 所以这个引起大家很大的关注 第二个感受的 它颠覆现有的货币 因为它是一个数字货币 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没资产的货币 而且因为它有一篮子货币 做它的这个后盾 它在远景上 它可能会成为一个超主权货币 如果它做个超主权货币的话 那影响还是很大的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因为区块链的技术 它其实构建了一个全球的支付 其实也就是一个交易和金融的基础设施 它构建了一个新的金融生态 因为它是区块链 所以它是区中心化 所以它是用这个智慧这个合约 所以它是自金融模式 自金融模式的话呢 那就是个人可以直接介入 可以直接上去的 那这样的话 整个的金融的生态就变了 所以这个通电解决 它是构建了一个新的 很宽广的金融系统的未来 所以这三件事呢 这个其实是都给未来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畅想空间 所以引起了世界很大的关注